中国文化 大家好,我是一秋雨,继续讲课 上次我用比较强烈的口气讲了我们社会上由于缺少公共空间的认知 所以我们在人文功德和审美功德上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这个后果实在是直接影响到中国文化的世界形象 我这个话是不是讲中了 但是我觉得没讲中 我们如果到世界各地大城市里边看唐人街 我们特别是看到在各个欢庆节日的时候 唐人街里边所出现的那些武龙、武师、高鞘、鞭炮、金举武打、船举鞭脸 这些活动展现的时候 我们觉得心里边有一些非常尴尬的情景 这尴尬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由于完全不注意公共空间的审美结构 所以造成了一个让我们想象当中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审美的外设对象 这个外设对象和我们真正的中国审美的主体 其实是不一样的 它大大降低了 但是我们谁也没关注到它 我在法国的山南河畔见到了一个法国的建筑学家 他告诉我三项结构 他说我对中国文化很喜欢 但是我想告诉你 最喜欢的是中国人 其次我第二位的是中国文化 不喜欢的是中国审美 我说我很感谢你把中国人放在第一位 我想告诉你 人就是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前面讲到的集体人格 但我非常想问你指的是中国审美 指的是什么 我一听就知道了 他讲的是我们的中餐厅里边的大红大绿 大银大金的这种装潢 还有非常抱歉 他说你们节庆活动的时候 那些五龙五湿的那些线条 那些色彩 那怎么和他所喜欢的那些中国古代的诗文能够结合起来呢 怎么能够和你们温温而雅又勤奋刻苦的中国人连在一起呢 你们中国人没有那样的庸属 怎么他们会显得这样的霸道 这么的嚣张 这么的怪异呢 这我不能不讲一讲了 就是我们的一些外部图像 包括我们现在可能还会在节庆的时候拿得出来的 五龙五湿高桥鞭炮这些东西 一直没有经过我们艺术家的整理 我讲的不是重新来整理 其实你们知道吗 现在这个也经过整理了 但是只不过整理的人是民间艺人 是想想老大爷 他们整理的 所以缺少神魅 如果有大艺术家 把我们五龙五湿高桥鞭炮这些东西 好好的整理成一个人类都能接受的美学结构的话 它是多好 我知道一定有人问了 这还是原来的样子吗 本来这就不是原来的样子 我的年岁都比你们大吧 但是我曾经问过当时还建在的爸爸妈妈 甚至还问过比我们年纪大得多的外公 他早就过世不知道多少年了 他们小时候到大都没见过这些东西 五龙五湿高桥鞭炮 这是现在创造出来的 因为我外公说一年一度可能在庙会的时候 有一点点 其实生活当中是没有的 你看 按照我这样的年龄 我在中国农村城市 待过多久 我都没有发现过这种痕迹 严格讲起来是这几年 因为我们在讲传统文化的时候 重新挖掘 重新张扬起来 而且到国外去传播 是这样的 低层社会的这种审美记号 既然已经是走到了现代 既然已经走到了国际 既然都是创造出来的 我们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情景 创造出来的 或者历史上有的时候艺术家参与过 后来艺术家没参与了 所以我的态度很明显 可以保留 但是我们的艺术家一定要参与 我们一定要让它变得美 一定要和中国文化相映衬 你们的这些美 一定要能够和王羲之 李白 苏东坡 这些保持一定的程度 和我们历史上的 前面上号图 傅宗山剧图 都能保持基本的水平的呼应 应该有 这一点不过分吧 因为这本来就是中国形象 也是中国古代的形象 古代的形象 怎么可以让如此艳丽 如此层次低的那种色彩泛滥 在那晃悠呢 包括和这个有关的 就包括唐人街 是当时打拼的一些附近 或者广州的一些很勤劳的人 他们在那打理的一些街道 那个街道的装潢 街道里边的这些商店里边的那些广告 那么这些街道里边的建筑样式 那实在是和中国的本体审美 距离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个一定要注意了 我们中国有很好的建筑 不管是北方南方 我们中国有很多很好的设计大师 我们中国有那么多的庭院 中国有那么多的好的灰派建筑 我们有北方也有很多很好的建筑 我们在唐人街里 怎么就看不到这种美丽的 由于中国文化仅仅连在一起的 基本的建筑的神韵都没有 所以这样的话 我个人觉得这些东西都严重的影响了中国形象 大家看起来就是那个喧闹的 不为生的 色彩泛滥的 恨不得用自己的广告 把别人的广告压下去的这么一种情景 大家觉得这是正常的 其实不 中国文化的神体告诉你 不是如此 我在讲中国文化长寿秘密的时候 就讲过 中国文化的本性不是如此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公共审美或者叫审美功德 已经严重的侵害了我们的人文功德 这个呢 是和中国文化的公共空间 一直没有自觉和不自觉的理性控制者有关 这个理性控制者按照康德的说法 一定是一批知识分子 这批人在哪里 我们希望他们早一点能够诞生 在年轻一代里面能够诞生 就是非常理性的 像康德所说的一样 来有勇气来整理和引导 公共空间的这些智慧的大脑 智慧的生命 其实公共审美 只要我们努力 也一定能够有很好的成绩出现 我有个印象 我们北京在高奥运会期间 当时要拆除很多 和奥运精神不符合的那些广告 和那些宣传标语 那个时候拆除以后 我到北京去的时候 正叫做大喜过望 我突然发现 这些建筑 总于在甩掉 在顶上的那些广告牌以后 体现出了建筑师设计之初的 风范 一下子出来了 这个城市的街道的风范 也体现出来了 这个真好 只不过后来 过去以后 有一些居民委员会 或者有一些 宣传部门的人 过于热情 又悄悄的 把有一些广告和标语 又拿出来了 这个真是要清理 有没有可能 就是让种更多的花草 有更多的好的雕塑 来替代那些莫名其妙的 低层次的审美灾难 我还要举个例子 我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 到长江三峡那个大坝建设者那儿去参观访问的时候 那个原来的那个工程的总指挥叫路由美先生告诉我 说他们在建大坝的时候 全国有很多人提建议给这个大坝涂成什么颜色 颜色各种各样 有的人主张整个山下大坝涂成白色 有的主张 我们是现在要提倡绿 所以主张涂成绿色 有的人主张涂成蓝色 那个和水连在一起了 有的人主张涂成乳黄色 那个比较醒目 也和我们黄色人种有关 各种各样 每一种东西 受了大量大量的理由 后来总指挥部决定 什么颜色也不涂 让水泥和石块露出自己的本色 我这么一听以后 我就站起来给路先生鞠了个躬 我说真是谢谢你们 没有造成一个审美灾难 大家如果设想一下 山下大坝涂成了一种颜色 那这批疯狂的人 一定又会去图万里长城 又会去图泰山 又会去图黄山 你知道吗 层次低的人啊 有的时候这叫雄心勃勃 他们什么都会做到 你知道吗 那么多丑陋的建筑 就是由他们造起来的 所以我们如果坚持我们神秘原则的时候 突然发现我们的朋友还是很多 懂美的人也是很多 问题是我们有的时候不构成一种合力 常常那些完全不懂得美的人掌握了一切 这个是妖命了 我给好多朋友都讲过 我就讲到我们家乡那些有五座 埃弗尔铁塔的那些丑陋的马赛克建筑 一桩一桩连接在那儿 我相信过路的人绝大多数都认为他是丑的 但是由于过路的人都缺少对公共空间负责的精神 就算了 结果呢 由于我们没有公共空间负责的精神呢 那些破坏公共空间的包工头们的审美 就占据了重要的作用 就完全是可以指挥一切了 所以我的想法呢 就努力的要我们成为这样有责任的 在审美空间里边 在人文空间里边 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这一点非常重要 而千万不要破关子破摔 我觉得无论是唐人街 无论是那些埃弗尔铁塔建筑的地方干部 无论是好多城市里边广告泛滥的那些街道 都有破关子破摔的那种情节 就像我们在农村里边看到 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农村少妇 他生了孩子以后 什么羞耻感也没有 什么美丽感也没有了 敞开衣襟 就给孩子为难 坐在十字路口 大声的讲 大声的笑 就一下成为三姑六婆了 就是他没有控制力了 这样的人 我在农村当中干了很多很多 就一下子就变了 我们在公共审美当中 千万不要成为这样的人 因为这不是你的问题 是大家共同的问题 所以只有改变过来的话 我们美丽中国这个目标 才能真正的实现 这牵涉到一个公共空间里边的 一个核心命题 我们可能首先不是理解 理论上的公共空间 我只是在实践上 觉得公共空间很重要 所以我多次提出 书法家协会 各地的书法家协会 有没有可能 把自己城市 公共空间里边的 标牌当中的公共书法 你们有你们出面 你们一定有这个能力 划分一个等级 一个是好的 一个是可以容忍的 第三是不可容忍的 不可容忍的 你们在报纸上公布 以书法家协会的名义公布 然后把它拆除 可容忍的 我们有没有可能改进 好的是哪一些 你在报纸上张扬 书法家协会 应该做这样的事情 有一些媒体也应该这样 我们这个城市里边 那么多建筑 就哪一些建筑 是不可容忍的 它的审美上 好 出来以后 不是马上拆掉 我们在招引全国的设计专家 用最简便和最比较经济的方式 把它进行外形改造 使它不成为我们城市的丑陋建筑 这有没有可能做到呢 我觉得都可以做到 我们有那么多协会 有那么多懂美的人 你们为什么不站在公共的立场上 让中国文化的公共形象 能够改变过来呢 大家好 我是余求宇 我们继续开课 上次我讲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很大的弱点 叫焦少公共意识 我是从公共空间来说起的 大家印象很深 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大的弱点 第二个弱点 是焦少实证思维 实 实际的实 证 证明的证 实际证明 焦少实证思维 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弱点 这个弱点呢 它的问题一点不少 某种意义上可能会更大一点 它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焦呢 是从一个美籍的历史学家 也是华裔的历史学家 叫黄仁宇教授 黄颜色的黄 人意道德的人 宇宙的宇 他现在已经不在了 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 中国文化在思维逻辑上最大的毛病 是缺少数字化管理 刚这个他的著作一发表的时候 我们好像不太了解 他指的是什么 他甚至有的时候 数字化管理 我们翻译的时候 还翻译成 不能在书摸字上管理 这样很勉强的说法 但是 现在我们全民都知道 数字化是怎么回事了 我们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了 我们非常明白 黄仁宇教授指的是什么了 黄仁宇教授他比较深刻的是 认为缺少数字化管理 是很多想奉献观念 保守主义 极权主义等等的 一种毛病当中的一个基础 什么叫做缺少数字化管理呢 譬如在朝廷上 皇帝决定要不要打这个仗 大臣们通口流涕的 都在讲综合间 都在讲我们朝廷多么重要 我们这个对方多么的糟糕 我们一定要想 很少有人走出来 我们这个地方 现在有多少兵 我们有多少粮食 我们库存银子有多少 这叫数字了 而且数字不能空讲 要讲得非常实在 我们从那儿调过来 调过来的道路是多少里路 要说多少天 我们调过来的押送队伍 需要多少人 这个叫数字化管理 但是我们朝廷上更在乎的是 那些抗开架或者通口流涕的声音 就是综合间比什么都重要 比数字重要 甚至于比真假还重要 因为数字可以决定真假 这件事情能做不能做 是真是假 都是由数字来标明的 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 历来不重视 古代应该说大家都不太重视 但是由于欧洲 比较早的进入了科学主义的启蒙 当科学主义的启蒙出现以后 他已经开始摆脱了 这种毛病 就所谓假大空的毛病 就进入到了数字化管理了 这个我们的感受其实满身了 我后面还讲到黄仁玉教授 凭什么东西来证明 我们中国历史上严重缺少数字化管理 我只讲讲我们这一代人 小的时候的感觉 我们小的时候 经常遇到很多很惊人的数字 但是这些数字都没有获得管理 所以有数字而没有获得数字化管理 我还在初中的时候 能够躲报纸 在报纸上看到的全是下人的数字 比如粮食谋产二十万斤 因为零很多 所以我们要摸着手指头就算了过来 要去算 还有一天能够练多少万等纲 十五年赶上哪个国家 二十年赶上哪个国家 都是数字 而且在搞运动的时候 也提到好多数字 但是没有被到管理 也没有被实证 就数字 未被实证 就不是我们今天的数字化的要求了 就是胡言乱语的数字了 中国历史上 这种非实证的思维 我到台湾去演讲的时候 经常会讲到 大陆有 台湾也有 当年国共政权在打仗的时候 也是国民党方面提出 三年必须消灭对手 有的时候又提出八个月必须消灭 那三年和八个月好像是数字 但这个数字是从哪里来的呢 完全没得到控制 这个时候的最远一点 包括我们孙中山先生的 坚果方略 坚果大纲 里面也有大量的数字 但这个数字呢 多数都是理想性有余 实证性不足 这也是比较典型的 中国式的思维 黄仁玉教授为了说明 我们经常遇到的这种 数字化失控 他不是数字化管理 数字化失控 他举了几个例子 他举了一个明代的 朝廷的原始资料 叫明时录 明朝的明 实际的实 记录的录 实录照道理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吧 但是 他说 加进年间 记录有一次 筑前 九千五百万管 但是写在这个明时录里边了 王仁玉先生说 他是研究历史的 他这个数字 一次筑前 九千五百万管 这个数字 是明代两百多年前 筑前的总数的十倍以上 这个数字是完全失控了 简直叫乱写 但是乱写 到了什么程度呢 这些数字 他举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数字以后 就是 惊讶的不是他乱写 惊讶的是 这些明时录 写上去以后 任何周报者 统计者 记录者 操录者 和对者 缴定者和查阅者 全部都毫不在乎 全部都毫不在乎 这是很恐怖的现象啊 就对这些数字毫不在乎 就变成了中国的文化习惯了 黄仁宇先生 又在明朝的档案里边 找到 就是全国军屯的粮食 居然在1505年 到1518年 在整整14年间 这个粮食的数字 都是104万 又158万弹 14年 每年都一模一样 一旦不多 一旦不少 我为什么 特地记下这个数字呢 就是也是黄仁宇先生所说的 他说 那么大的国家的粮食储存 十多年间 每一年 可以一旦不多 一旦不少 那只有一个结论 就是后面所记录的 全部是超14年前的数字 完全没有经过调查 没有经过实证 还有 他说 在里边写的兵力 多少多少兵力 后来据 其他史料证明 这个兵力 连真正的兵力的 百分之五度不到 这不仅是 骗了老百姓 更骗了皇帝了 就是说 你实际兵力 和你写出的兵力 连 百分之五度不到 这个呢 就证明了 我们中国文化 在数字化上的一个大弊病 就叫做数字化失控 就乱写 这叫乱写 问题不在于一般的人乱写 王仁宇先生找的是 明史录和明代的国家档案 国家档案都可以那么乱写 而且乱写的时候的严重性就是 一大批的阅读者 矫顿者 查阅者 发现问题 毫不在乎 而且也不把问题倒问题 可见 我们的文化 在这个方面 又是个盲区 就是中国文化 除了前面讲的公共空间 是个盲区之外 那么实证思维 也是个大盲区 这个盲区 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讲完 要讲好几次 今天先讲到这 谢谢 大家好 我是于秋雨 我们继续昨天的课程 我上次讲到数字化的失控 是中国的一个非常大的盲区 这个盲区就是实证思维的失落 这个问题就要任何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人 都会感觉得到 特别是对中国的古代的科技 做出了非常高评价的著名汉学家 李约瑟博士 他也发现这个问题 他说 为什么中国那么的不在乎实证 那么的不在乎数字的准确性 他认为这和我们社会的长期的官僚主义 冲淡了实证主义 这个有关的 官僚主义怎么会冲淡实证主义呢 李约瑟讲了四个理由 这我们可以听听啊 李约瑟说 把保贬放到了真实之上 不追求事实真相 只追求千古定论 所谓的千古定论 把天下知识呢 分成中间 把天下知识呢 分成中和尖 正和邪 公和过 是和非 但是不在乎正和伪 在中国文化当中 是非质变 总是远远的超过真伪自变 而且事情的真实没搞清楚 议论就很多了 这个不好 这个不好 我们到现在媒体里边 也经常可以看到 事情到底怎么样 不管 就是发表议论的人特别多 就是到底好还是不好 李约瑟说 除了把保贬放到了真实之上之外呢 第二点就是中国古代文化 把仪式放到了真实之上 第三点呢 把理想放到了真实之上 第四呢 对制度之怀的真实 完全予以否定 李约瑟讲了这四点以后呢 他说 真实 就像 北一次是瓢洗锅的水墨画一样 越来越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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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情呢 对中国来说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了 我们后来 我们后来渐渐的很难提倡科学的发展 新的各种科医的进步和这个有关 由于我们的 由于我们那么的否定实证 我们那么的轻视实证 我们又是那么的在乎随口讲一个数字 所以呢 中华文化就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叫伪证 就是大量的伪证 大量伪证 出来以后呢 我们无法证明 它是伪的 所以 这里边有一个字的颠倒 一个叫伪证 一个叫证伪 就是证明它是假的 证伪的能力非常重要 我们中国文化 缺少这个能力 就缺少证伪的能力 大家想想看啊 我们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我也不管你多大年龄 你如果遇到了个谣言 你只能大声的喊这是谣言 你找不到证伪的程序 证明它是谣言的程序 你很难找得到 这是找到了 别人也没兴趣 大家不愿意听 证伪的一个过程和程序 所以 好多人不是因为谣言而自杀 因为他找不到这个程序 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弊病 就是没法实证 所以出现了大量的伪证 大量伪证出现以后 我们无法证明它是伪 所以就没有能力证伪 记住啊 伪证是不好的 证伪是好的 证伪是一种能力 但是我们缺少这个能力 文人先生去世的时候 中国已经是改革开放了 他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啊 在我们经济数字上 这个问题已经大提解决 但是呢 他是很乐观了 但是我们从文化的意义上说呢 这个问题其实远远没有解决 因为多少年来的一个文化盲区 怎么可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 完全解决呢 经济发展可以解决一部分 但是完全解决还不太可能 我们现在看我们的经济指标 那些数字那都是可信的 但是在社会上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 智商不低的人相信谣言 而这个谣言当压到不管什么等级的人头上 这些人都没有应对的策略 这个问题肯定不是数字化的 经济数字能够解决的了 所以这个问题呢 在文化上我们还是要多多思考一下 比如 就是我们脑子再好的人 我们如果遇到一个社会信息的时候 我们想的 首先是这个信息能不能符合我的内心期待 第二呢 想的是这个信息它的刺激程度如何 第三个呢 想的是这个信息的来源在哪里 但是 如果问到这个信息的真是与否呢 我们好像在这方面也比较迟钝 也比较不太在乎 我们很快就成了一个 这种不知道真和假的信息的传递者 这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做的一个游戏 就是去古传花的游戏 古生在想 我们把花不断的传下去 传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几点疑问 对这个谣言 但是很快就自我解套了 因为这个信息是从前面传过来的 我没有核实 前面的人一定核实过 那么我很快就会传给别人 别人很可能会去核实 结果从头到底 没有一个人去核实过 前面的人没核实过 后面的人也没核实过 我不去核实 但是前面的人和后面的人都像我一样 结果造成的结果呢 就是谣言完全得不到控制 如果有人对谣言是怀疑态度的话 那结果就成为刚才 结果传话游戏当中 那个动作比较慢的人了 反而成为游戏当中败性的人 扫兴的人 会淘汰出局 所以在我们的文化当中 只要对谣言 在疯传的谣言产生一些疑虑的人 反而会被大家 立业看待 淘汰出局 成为一个边缘人物 这就是我们文化所造成的一个不好的结果 这里边就造成了我们文化当中 很大的好多弊病了 就是由于没法实证 我们就靠早来的有一些证人 以为唯一的一个真实性的靠散 我因为经历过太多太多的事情 我可以证明这一点 就是生活当中有好多最诚实的人的记忆 也可能和事实不符 最诚实的人的记忆 也可能和事实不符 我们五六个好朋友出去去交游了 一个月以后 你叫大家回忆 肯定都不一样 很诚实 他没有可能歪曲 但是角度都不一样 有的时候我还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情景 由于重点不一样 有的人的记忆也会发生变化 譬如我曾经讲过 就是学校里边一个职工 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揭发 那个打倒的人 譬如这个副校长打倒了 他会讲出很多很多这个副校长坏的东西 这个西主任打倒了 他只是个职工 也会讲出很多很多这个西主任的很多给打倒的坏的事情 后来由于运动的不一样 这个副校长又成了领导了 这个人又可以想出很多很多这个副校长正面的东西 那个这个西主任 又做西主任 他又可以想出好多西主任 好多正面的东西 那我们认为这是投机分子吗 不是 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 他其实是社会地位很低 也很城市的人 就是人的心理结构 经常会受到社会思潮的左右 在社会思潮左右里边 他的每一个回忆都是真实的 他认为这个副校长的好的地方也是真实的 不好的地方也真实的 只不过他根据思潮重组了 重组了以后 他所讲出来的东西 很可能成为达到这个副校长的很重要的理由 也可以是那个副校长非常痛苦的理由 但是这个揭发者不是坏人 所以在一个没有数字化控制的情况下 你即使找到这样的证人 我们把它作为真实的根据的话 问题就也是非常严重了 更不要说我们生活当中 很可能好多历史的良心 是藏在小巷子的深处 他不愿意发言 也很可能有的凶手为了掩盖自己 他成了喊声最高的人 甚至于成了家法官 这样的情况很多很多 所以就产生了我们一次次的很多的灾难 在生活当中遇到了 未被实证证明的虚假的信号 太多太多 我记得有一次经常来往于海峡两岸的佛教大师 星云大师 他在接受一个私人采访的时候 说目前中国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星云大师想了一想 他是对中国大陆是非常友好 非常友好的 想一想他说 我觉得是假 而且是假在文化上 他倒不是讲什么其他假 他不是说经济素质 也不是说政治上 他假在文化上 这个话 平行而论 你听一听会出汗 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 是文化上的假 但你自己想一想 我们不是星云大师 就是我们的一个前辈 巴金 我们都非常尊重的巴金老人 他后半辈子呼吁的最响亮最重复的话 叫说真话 他反复的要文化解 说真话 他自己一生的最后的遗嘱 也是这三个字 叫说真话 这两个老人 星云大师和巴金老人 他们一辈子对于真的呼唤 一定要值得我们很好的思考了 从大的灾难不说 我们就在小的事情上也是 我们被好多虚假的东西套住了 大家可能都还记得 我曾经在中央电视台 做过连续八期的大奖赛的总评委 大家都还记得 好多人都愿意听我在那儿讲话 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 有一个环节 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叫做命题对话 命题对话就是 由我做题目 让那个人 我们要看他的综合数字了 你不能光唱歌 你不能光做 搞乐器 你一定要用你的语言 来回答我给你出的题目 很遗憾的是 这些很优秀的当代青年 他们面对我们的题目 他们的回答永远是 用朗诵枪 抒情调 说套话大话空话假话 多数都是如此 那么我想既然是一个 中央电视台的大平台 所以我一定要用 强有力的语言 来阻止他们这么做 比如我们的题目 老师讲 讲讲你的老师 或者讲讲你的母亲 讲讲你的童年 很惊讶的是 这些选手 他们是听不到其他选手 回答问题的 他们这一点是隔离的 但是全国观众都很惊讶地发现 他们的老师 他们的母亲 他们童年是一样的 形象一样 痛苦一样 思念一样 他们全部用语也是一样 这显然是假的 因为他们用了一个标准 去套老师 套妈妈 套童年 这就成了个大问题了 所以我说 你们用了虚假的方式 让你的母亲老师和你的童年都虚假了 这是我不可容忍的 这是虚假 在我们可爱的仪式上 在可爱的年轻人身上 所体现的现象 还有大家知道 有的电视台 经常会做这个城市和那个城市的魅力比较 你看各个城市 有的时候市长副市长出来 他讲自己魅力的时候 除了有一些主要项目之外 用语也基本一样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显然就进入到了一个 以套花大花空花假花 来替代真实性的这么一个魔库当中了 好 今天这样子 下次我们再见面